小伙伴们好 欢迎收看爱说电影的爱电影 我是大K 今天啊 《沙破狼》第三部《贪狼》如约而至 让我们做好准备 收拾好心情 准备出发 同前两部电影一样 这部爽片 凭借出色的动作设计 不负重望地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 同时 词看家古天乐也凭借此片手摘影帝称号 所以 无论是激情的汽车追逐戏 还是各路明星激烈的近身搏斗戏 都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血脉喷张的刺激观感 但不同于前两部电影的事 导演叶伟希为了让此系列电影逃脱出纯爽片的定位 在不喧宾夺主的情况下 更多挖掘角色更黑暗矛盾的内心世界 也使得剧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多元 影片的开头 导演巧妙地运用了几组平行蒙太奇镜头 交代了本片几个主要人物 香港警察李中志及其女儿李永之 由吴越扮演的泰国华裔探长崔杰及其家人 怀孕的妻子桑儿 还有崔杰的岳父 大名鼎鼎的当地警察局蔡局长 由于爱妻的早逝 让李中志对女儿有着可怕的控制欲 不仅拆散了女儿和男友 还强迫女儿打掉了已经怀上的孩子 虽然他深知这是出于对女儿的保护 可这种处理方式依旧让他自己感到内疚 也令女儿伤心欲绝 为了散心 女儿独自一人来到泰国巴提亚 却不料遭到歹人的绑架 为了应用女儿 李中志亲赴泰国报警求助 在泰国阿齐兹市长连任发布大会前 市长因心脏病发作住院 为了为市长严命 也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市长秘书郑汉手急需寻找一颗健康的心脏 为奄奄一息的市长换心 而这边到达泰国的李中志 在探长崔杰的帮助下 通过调看视频监控 在女儿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区域 找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 然而一番追逐审问 他们却发现该男子与李永之的失踪并无关系 就在此时警方在海边发现了一具女子的尸体 濒临崩溃的李中志 心惊胆战的前去认识 幸而不是李永之 李中志便借助各个在场的媒体 散播了寻找女儿的消息 不负期望 一条意外拍下李永之被捉走的片段 上载至了警方网站 却很快被神秘的删除 崔杰连同同胞好友Tank 更是在寻找视频上传人的过程中 遇到了神秘杀手 就是市长秘书郑汉手之前联系的 冷冻肉生意老板沙茶等人 沙茶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 表面上开着冷冻肉厂 实际上背地里却是个贩卖器官的组织 另一边 李中志在酒吧女的帮助下 找到了实施榜价的凶手阿斌 将其毒打一顿 从阿斌那儿 李中志得知了藏匿女儿的小巫 并知道了女儿的失踪案 与一个人体器官非法贩卖团伙有关 或许这就是宿命 在李中志匆匆赶往小巫的途中 与郑汉手的车相撞 而郑汉手的车里 就载着已经昏迷的李永之 原来郑汉手为了给师长续命 选择以非法渠道 获得了一名少女的健康心脏 虽然他通过权力威胁警察 不能调查此次少女失踪案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会在这个十字路口 与李中志首次相遇 然而警察的到来 让李中志先慌了手脚 并匆匆离开了车祸现场 命运就这样让他和女儿错过了 回到住处的李中志 通过阿滨的手机通讯录 找到了人体器官 非法贩卖团伙的联系方式 并确定了 这个联系人 就是崔杰所遇到的神秘杀手 沙茶 另一边 当震撼手成功的 取走了李永之的心脏 便威胁猜局长开战行动 更指明让崔杰担任行动指挥 将此次参与少女绑架 及人体贩卖器官组织的人灭口 其中就包括阿滨和沙茶 当然还有一直追查女儿下落的李中志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夜幕降临 并动工厂外不下大网 不料李中志意外闯入 崔杰随机停止了行动 却被岳父告知 李中志也在被消灭的名单中 崔杰气愤不已 并决定违抗命令前去支援李中志 镜头一转 李中志已经来到了动肉场内 由于救女心切 李中志像带来外挂般的 在动肉场里展开了厮杀 这些虾兵蟹将 无不被李中志打得满地找牙 正在李中志与四个杀手 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崔杰赶到并救下了李中志的命 不料警察开始了行动 将所有人射杀 莎莎逃离 李中志也在崔杰的帮助下逃离 却被崔杰告知 有人取走了他女儿的心脏 去救市长 绝望的李中志来到了停尸间 这次不如上次幸运 他拉开冰柜 看到了自己女儿的尸体 再也忍受不了 仰天长孝 师生痛苦 而停尸房外 崔杰正在和莎莎 作者最后的厮杀 崔杰被打倒在地 眼看就要被沙茶所杀 这使李中志感到手刃的仇人 本以为一切都已结束 谁知 蔡局长赶到准备枪杀李中志 崔杰劝说蔡局长放弃 因为大家都是警察 而蔡局长掏出手机 里边是崔杰的妻子桑儿 被人捂住口鼻 绑在一间屋子里的画面 李中志至此明白了所有人的无奈 而这背后的最回扩手 就是黑暗的政治机器 为了救崔杰一家 李中志陪崔杰去市长家 会会市长本人和市长秘书郑汉手 结果在即将抵达的路上 李中志将崔杰靠在了车上 自己一人带着枪 单枪匹马的走进了 正在给孙女办生日宴的市长家里 在市长的房间中 李中志将郑汉手枪杀 正当李中志将枪口对准市长的时刻 李中志回想起了女儿手机里的遗言 和家里的全家福 然后便举枪自杀 影片的最后 崔杰的妻子桑儿顺利带下宝宝 或许这也是李中志所想要的结果 让崔杰一家 替自己一家幸福的生活下去 好了 《杀破狼》三部曲 大K我总算是讲完了 这一部贪狼的宿命感 与无解的命格 继续折磨着观众的心情 在车祸的十字接口 永远错失了自己女儿的李中志 满腹政治报复 算计与宿命论的震撼手 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宿命 是被一枪爆头 青春懵懂的李永之 在理解了父亲苦中的那一刻 却出现在了最不该出现的地方 警员Tank一身武艺 还刚正不额 并且精通命术之道 可他算到了他的搭档崔杰 即将面临厄运 却没想到下一秒 他却坠楼身亡 第三部贪狼的导演 又回归到了第一部的夜尾信 所以结局又是让人唏嘘不已 人的一生中 有太多的无解与无奈 小则是为一场挫折 大则则会失去生命 就如电影中出现的最扣题的道具 那款猪皮上赫赫写着的两行大字 Life is limited Just a second 生命有限 只能接受 纵观整个系列 从2005年沙破狼第一部 红空出世 到2015年第二年的十年魔艺舰 再到第三部 沙破狼之贪狼 三部电影 三个故事 若干打星 彻底立着了沙破狼这个IP 同时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很辣冷利的动作风格 阴险暗黑的人物性格 宿命荒诞的剧情走向 成为了整个三部剧中 无法思绪的标签 除此之外 片中的无解命格 更是时刻 揪着观众们的心 哪怕是到影片的最后一刻 导演还会给打上死结 久久无法释怀 好了 小伙计们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我的讲解 请各位衣食父母点赞订阅 如果您有什么建议 请在下方留言 我是大K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